您好 请点个问题就是说 比如做了一个游戏应用嘛 然后上去之后可能 还没来了你对数据已经很长时间一个调整嘛 然后可能就被给下去了 然后你们对一个这种新的应用 他们有多少运用量的一个支持 以多多久的一个支持 其实这个是这样 就是对某的应用的这种支持的力度 我刚刚刚那个商品里讲的就是说 我们有不同的这种推荐方式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强大的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势的团队 那么未来呢 就是说我们现阶段我们更多的推荐值来评判是通过我们可能给你一个周期一周左右的这种 在不同位置的时间 我们来观察你的这种用户的卸载下载的一些数据指标 评判你这个用户 应用 用户到底喜不喜欢 如果你的指标不错 那么我们会 你在更加一些优势的位置上面去推荐你 现阶段是这样子 可能慢慢的我们现在也在做各种 功能性的推荐 未来我们是一个智能性的推荐 就是未来所有的这种 应用的好以患 应用提交来 用户说了算 就是真正的平台用户说了算 而不是商量连去更多的去调整 所以只要你这个应用足够优秀 在不同的平台里面有用户的喜欢 你的你的数据是优秀的 通过你长时间的运营 一定是有机会的 那么我来再来回答深入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比如你的应用 就很多开发者 现在就是我 因为我也接到很多开发者的一些 一些一些沟通啊 一些一些问题 就说我做好的应用提交上来了 然后我就我就不管了 然后希望你来给我推荐 希望你来给我推荐 这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是一个误区 就是说平台其实是所有的应用状态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需要用户去运营 就是说你可能在这个阶段 你提供的是这么一个一个应用的状态 我们有很多数据报告给你 需要你不断去运营 才能不断去优化你的配置 才能获得我们商量运营的更多的一些一些资源的支持 就是说成了一多时间 要注意把我这个游戏的数据调整好 然后你们一开始会给多少用户流量 或者后续根据什么资料 这个目前我们就是说 我们会有一个就会去看你游戏的这个状态 或者你应用的状态 我们逐渐去调整 我刚刚告诉你 未来不是说我来收集给你什么 是用户去选择你 我们的应用资金去推荐 就你因为我喜欢你 我们有一个交参推荐的一个机制 来去通过做算法的方式 来是把有效应用推荐到有效用户上面去 这是我们未来去做的事情 我问一下 请教两个问题 我们现在公司也说要做平台 我看现在想做平台特别多 然后我们老板一说的时候是满头汗 觉得有点过 有点热 你们是先行者 想请教一下 就说你们在做开放平台的时候 觉得需要哪些系统条件 当然用户量大 咱就很明显不说了 还有些其他技术条件 还更适合去做一个品牌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是想请教一下 就是说你们在做过程当中 不管是产品开发的层面 还是市场运营推广的层面 遇到过哪些问题的障碍 我想了解一下 谢谢 这个问题我先回答一些 我觉得其实你想做一个平台是吧 其实我觉得首先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 就是说不说不能做 也不说就一定能做 就说比如说淘宝在选择做开放平台的时候 他可能做的比较早 他做的非常成功 他这个方向就会集中到自己的特色里边 做了一个非常特色里面 340其实在做开放平台的时候也想了一件事情 就是340的特点是什么 我们发现我们的平台机产品很多 所以我们就希望做一个比较全方位的一个平台 那我不知道公司具体是一个什么地方 但是如果要是在某个行业 在某个领域 就是也这样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平台的一个 相对平台的一个地位的话 那我觉得也是可以做的 这个可能是我个人的观点 然后我们看到的一些问题呢 其实总的来说也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把这个平台上开发者 以后去认知这个 然后怎么能够知道发者的困难 然后等等 那这个可能需要我们慢慢摸索 属于一点有个东西 大家都知道 其实互联网的产品都是小物快跑 然后我们及时的去调研 发现问题有问题 是这样子 你好 我一个问题就是 我想问一下 就是从东西使用习惯这样一个角度来 来看的话 就是我觉得306桌面就好像是带着 PG专装的一种 XPP Store一样的这种模式 但是就是跟手机关子没有不一样 我们先开始就是会 比较习惯使用游软器 然后去看网页 那现在我们现在做 这种困难 就是用多少用品 就是能够习惯这个东西 就刚才提到有一个数据说是我们这个 用火约达到切开机 对 就是因为我们一般开机的时候 那个3606桌面就会启动 那如果它启动已经就算 火约的话 启动不算 然后操作不算 操作才算 对 那它会在这里操作的很平常吗 还是说 你们觉得就是浏览器和这个桌面 你们浏览器和桌面都在做这个应用 那每个 就是现在翻版更好 你们更看好 然后使用用户的使用习惯是什么样 其实我来就是简单的回答你这个问题 就是说 就是香港人的这个 我刚才也讲了 就是我应用开放平台那个材体 就我们给在PC端 给用户挖了几个渠道 第一个就是桌面 因为它的用户最近 打开电脑 你的桌面就启动了 对吧 那么浏览器是我的一个渠道 它稍微更远一点 我打开桌面 我要掉里面的浏览器 是另外一个层面 那么导航 是我们的应用机产品 它在浏览器之下的 这是我们PC端那个产品系列的这个顺序 就是从你用户最应用到达用户最近的距离来 距离来说 就是从近几远的这么一个三个态势 对吧 那我现在也不能告诉你说OK 因为未来用户是用浏览器多还是用桌面多 我只能告诉你就是说我们在不断的去往用户的身边走 就越走越近 明白 其实这也是一个入口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产品跟用户走的越来越近了 我觉得未来如果说你习惯了在桌面里面 一定要听你获取的应用 你为什么要去浏览器里面 比如说你想要看一个 看一个某某新闻 我桌面里面就有一个 你直接打开电脑就有了 就提供给你了 你为什么要去桌面里面 其实我不会跟你去 对吧 那么那么同样的 如果说这边桌面没有满足 桌面里面也有 也可能未来也会有收索 来去满足的需求 就是你用户就是从用户的应用到用户的需求满足 距离短来解决问题 那么之前那个阶段 就之前的阶段是流览器这么一个层面的阶段 就是它的用户是这么一个概念 但未来的发展 未来的发展是逐渐的像用户距离去靠近一样 那么移动端也一样 移动端比如说你说 浏览器 还有桌面对吧 这也是一个现在是一个交通的状态 就是他并没有说OK 应该是未来一定的 我们现在我们也没有任何一个场子说OK 未来一定 但是我们觉得结合320的种自然有使我们在做我们认为 我们能成的事情 或者我们认为我们能做的事情 我们朝这方面去再去做努力 是这个概念 就是说 总结一点就是说 用户的需求被满足了 这是根本问题 就是我们做的任何产品 就是满足这个问题 让用户的需求满足 那满足有几个途径 我们逐渐的去说的用户的途径 就是我们 就是不断的 在走的这么一个一个路 我不知道您这样讲的能够理解吗 你好 因为时间有限 还有一个提问给大家 嗯 两位好 那个我想最后就因为这回问题 呢 因为我也是在做一些 操作一些推广 那么 这个作为我们整个这个 这个平台啊 那么今年的整个的 从去年开始 大家都看到 那么我想知道 想过的一个问题就是 今年2012年 那么在咱们这个平台 今年最重要的一个看家的头 是什么 这个问题就是 我觉得就是说的 这些意思 就从我们来 我最想知道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其实我 我觉得就是 就从我们 因为我们每个的这个 知识不一样 就是从我们的 心态开到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开发者的 生态系统来这样 就是这是一部分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产品 有更多的用户喜欢 更多的用户去接受 然后逐渐去培养不同的用户的习惯 就是我们做的 我们现在没有说 我们今年一定要做到多少 但是我从我目前的这个 这个操作的步骤 或者我们操作的这个流程来看 这个味道还是很喜人的 就是这个正当时间 我们现在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后续呢 我们也会陆陆续续的推出一些 就是有针对性的一些用户材料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我们下个月我们会有一个 一个小亮点 当时我们 我们现在可能也不太方便说 就是下个月 下个月我们会有一些 新的东西出来 那么后续我们会陆陆续续 有一些这个产品的体验出来 不断的去把我们这种体验 就产品体验做好 把我们这种应用的体验做好 来去来去 我也很希望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 能够去回去安装一个 我们310的 桌面安全桌面 手机端 如果安全 比如安卓的话 也安装一个我们手机桌面 然后安装一个我们三个产品 来去体验一下 来体会一下我们整个 在追求用户体验方面的这种 所做的努力 OK 谢谢